鏟子呢? 不用怕 Hello 大家好 我是SQY的郭震 牛排 腦洞大開的吃法 首先呢 找一家牧場 然後追著牛排 好 沒有 開玩笑吧 平時我們吃牛排呢 其實一般都是煎的比較多 還有一種吃法其實非常的好 就是炸 牛排呢 平時我比較喜歡吃眼肉這部分 就是一塊非常的 非常香的肉 今天我們用到的食材呢 就是 麵包糠 黃油 肉 炸拉醬 奶油 還有麵粉 西芹葉 還有洋蔥和土豆 就沒有了 我們要先把土豆放入我們的蒸鍋內 好 就讓它蒸著 然後我們準備帶雞蛋 雞蛋 打完備用 然後我要切我們的洋蔥 怎麼切都行 反正把它切成碎 我們的洋蔥碎切完 還是去做土豆泥 好 現在我們要拿我們的土豆泥 它很燙 它就很燙一下 等它不是很燙了再剝皮 好 現在我們要把它倒成泥 現在我們要把它倒成泥 一點點要多壓 它才會細泥 不會有顆粒感 好 我們換泥油鍋 黃油呢 是不能在鍋溫度非常高的時候放 因為要讓它慢慢的去融化 好 現在放入我們的鏟子 鏟子呢 鏟子呢 好 現在放入我們的黃油 扔一下鍋子 差不多的時候 洋蔥碎了 把洋蔥都要炒軟 好 現在我們就已經把洋蔥炒好了 接著把它倒進泥裡 然後要加入淡奶油 白胡椒和海鹽 把它拌圓圓 放到一邊 備用 要用到我們的鹽肉了 我們拿廚房紙把它表面的水分擦一下 給它把它撒勁一些 油 我已經燒好了 牛排呢 我也裹好了麵粉 接下來就是下鍋炸 這部環節就炸個一分鐘就行了 好 帶上手套 拿出土豆腋 把它團成一個蛋 拿出我們的蛋液 要溫柔 要輕輕的 沾上我們的麵粉 再沾一邊蛋液 然後再沾滿麵包 好 我們再接著起鍋燒油 火不要太大 容易苦 好 我們現在就來切開它看一下 有點燙 切開呢 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的鮮嫩多汁 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擺盤環節 擺盤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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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出一個圓 放入我們的肉 現在呢 這是我們的食吃環節 這是我所說的鮮嫩多汁 快來一見夫婦知道眼肉炸蛋 要記得把生活的鮮嫩感吃出來喲 沒臉見人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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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吃怕什麼呀 耍肉耍不好 整個放棄自我 嗨 我又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KY 顧鎮 好 又麻煩了 今日料理難題 能治癒人心的鮮肉料理 我手裡還真就有這麼一道 暖心 開胃 並且很治癒你的生氣料理 這道菜呢 叫做豬肉生薑幸福燒 我們的肉呢 是選的梅花肉 因為梅花肉的瘦肉比例比較高 但是它的橫切面有很多的油脂 所以吃上去會很嫩很滑 而且選肉很關鍵 但是如果說你實在懶得挑 也不想選 那就可以 合馬日子先 好 現在我們先處理一下洋蔥 一刀兩半 切出去了 無幾刀 接下來要切我們的 肉 把肉要切成肉片 看你想切多大 自己在家呢 就是為了讓肉好切 可以把肉就是提前放酥洞 洞一下 因為切出來會比較 就是沒那麼肉了 我們的豬肉已經切完了 現在就是要把它醃一下 先來一點我們的清酒 10毫升的龍口醬油 哎呦 拌勻然後讓它醃一下 因為酒是可以去腥氣的 而且還會有一股酒香 現在我們等醃豬肉的時間 然後先來調一個醬汁 這個是薑米 我們的蒜泥 要一點我們的醬油 還有一點我們的味醂 還有清酒 稍微攪拌一下 好 準備我們的土豆澱粉 拿起我們的肉片 沾一下澱粉 哎呀好麻煩 還不直接把肉都夾出來 鍋上澱粉 就抓呗 自己吃怕什麼呀 整個放棄自我 剛才不小心翻車翻車了 又偷看了一下菜譜 沒臉見人了呀 蘸澱粉之前先要加一個蛋清 因為這樣的話會比較好上粉 然後呢用的是土豆澱粉 為什麼要用土豆澱粉 是因為它出來的 反正不要用紅薯澱粉就對了 好我們下鍋開始見 好下了一塊肉證明啊 鍋還沒有熱 現在油熱了 我們就已經可以下鍋了 盡量給它們分開一點 不要讓它們粘連到一起 接下來就是加入我們的洋蔥絲 然後加入我們的醬汁 我們就可以開始炒了 洋蔥不聽話呀 可以 沒飯吃了 肉上來了 等到我們把洋蔥炒軟就可以了 這道菜呢叫 生薑豬肉幸福燒 大家在選生薑的時候一定要選嫩薑哦 點 點 好 關火衝出 盤子在這 香 快來一間覆客知道 豬肉生薑幸福燒 記得要把生活的新鮮感吃出來哦 香